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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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开始排兵布阵吧 来吧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派人的规则我听说是咱们一人选一个 但是直升可以要求另外的资深玩家强行要求他出战两个 派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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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在直升 我可以让他们俩某一个人选派两个人 他们都是七个人 我是六个人 对不对 我决定让 横哥的群 选派两个新手玩家 本期将围绕同一主题 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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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绕 进行四个作品的创演 一个玩家群派出两个人作为守类方 其他两个玩家群各派出一人为攻略方 守类方玩家率先表演后 由攻略玩家挑选对手进行一对一PK 最终本场欢乐值最高的玩家 直接获得头号玩家诞生之夜的主演资格 你过来啊 去看看排练情况 好 好 你好 您怎么请到您来了 是不是很意外 是我两次央视小品的那个哲民编辑 好 紧张吗 特别 挺好的 你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 因为你第一场已经垮到底了 没有了 其实我就想让你就是放松 所以你只会比上面进步 我跟你说 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春晚牌 都到最后一场之前了 还在砍呢 就会紧张 为什么又给我剪了又变了 怎么办 我心想就说 我来都来了 我就放松也是享受 紧张也是这一会儿 我紧张和享受 为什么不选择享受 每一次的当然我就是最后一次的舞台 就是全身心的去投入 我觉得就OK 对不对 对 这门敲不响啊 这什么门敲 请进 哈啰 单走 练着呢 练着呢 因为 你知道 这个特别有压力的是我 就很少演这种小品 我就觉得 那你话剧都能演下来 这我怕 你有话剧是在情境里 就我特别想问您 问您就是您像说脱口秀 就这种往外上包 我观众不笑怎么办 很简单 嗯 等 等 等 就等 就这个包袱等也能等来什么 就硬等 不笑就看他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滑过去 就扔了 没反应 就仿佛刚才那个不是包袱一样 再次都讲下去 因为观众并不知道哪个是包袱哪个不是包袱 有时候是演员自己心里给自己有那个预判 行 就是这是不包袱这个东西 咋包袱对我是一种特别大的压力 我真是 没问题 专业的他们 对不对 他呢 轻轻松松 你都是 谈上见吧 谈上见吧 那你这么着急叫我干嘛 来了 挺帅 放松呢这是 放松 放松 怎么样 海呢 老紧张了 他们用多少方式让我放松呢 收快板 讲RAP 然后我还看了你给书画奶做的广告 老解压了 我学学你啊 吸一口 书画喝吧 书画无乳糖 吸收真见笑 有效果吗 好像放松一点了 你要演个啥吗 我给你看一眼 这个地方他们给我夹了个小包袱 但是昨天饰演了一遍都没笑 第二番 你怎么跟孙琪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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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跟紫慧说话的 你怎么跟紫慧说话的 能不能想上那 你能不能想上那 就没翻我觉得 一直在重复 那我们最后那个地方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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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然后你说能不能跟 别跟孙琪那么说话 对了 就给他完了呗 对了也不行 这个还不太好抖 那样呢 就你仨一次完了 都往下声往下笑 能不能想上那 能不能想上那 去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 来试一下这种的 怎么跟孙琪说话的 你能不能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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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小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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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这个还行 觉得腾哥是个 特别有责任性的人 刚才我一说 他一坐到那以后 他就没有诺嗨过 你能不能再 永久的等待 永久的等待 树叶绿了幽黄 你还没来 这个太难了 我不会呀 哈啰 走词呢 哎呦娜娜 今天这么美呢 今天真的做得太久了 因为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差不多得了 而且那个也没怎么翻过呀 但是你手心已经全是汗了 小姐颠的 还不够那个长你知道吗 还得颠着 给我个笔吧 给我个笔 你说还会写字呢 好嘛 其实这种是一种干扰 我今天一会就输了 算你的算他的 成哥 要不起来吧 感觉特别熊熊成竹 来回溜的 你看等会儿演肯定啥也不是 新的规则 相同主题的比拼 新的玩法 一对一的挑战 新的阶段 看六大主演资格 花落谁家 好的 谢谢大家 以年轻之名为喜剧播圈 这里是由湖南卫视与欢乐传媒 为您联合打造的大型喜剧创业 一等秀笑起来真好看 欢迎 我们的节目是由 五五糖好吸收 更适合国人体制的 书画五五糖牛带冠名播出 书画五五糖笑点五书糖 就是好吸收 让你笑一生 大家好 那我们掌声有请 笑起来真好看的 另外两位资深玩家 有请是那姐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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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欢迎唐哥 我为什么要跑下来呢 我想把谢娜耽误大家的时间 都给大家挽回来 完全没有耽误 我本来出来还有一段脱口秀的 但是想想说 算了 两位入座 来 我们上一期 就是所有的拉人进拳的环节 就结束了 我在节目组和两位前辈的 共同的帮助下 成功的得到了最少的人数 六个人不错了 要大于不去你那儿 你还只有五个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进入第二阶段吧 就会更刺激更紧张 那我们现在首先有请 沈腾搬家群的李纪文汉 我手机好卡 今天必须卸载个软件 大家好 我是阿信 你的爱情 你的工作 你的娱乐 你的资讯 都离不开我 你的手机 由我来支配 我说 我是手机里最重要的软件 我相信 应该没人会反对吧 我反对 阿多 你一个购物软件有什么好反对的 你凭什么说你是最重要的软件 你有意见吗 你明明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软件 他 杏哥 这个你拿着 这是什么呀 下个月我有个大优惠 帮我在圈里宣传宣传 阿多 我可是软件里的C位 你让我帮你发传单 不可能 杏哥 你拒绝我的样子 好帅呀 几号 6月18号 好 我提前三天帮你发 太谢谢你了 美男子 我现在就去 杏哥 不着急 杏哥 你不说要开会吗 哦 开会开会 对对对 咱们就你到了 阿姬呢 阿姬跟我说她到了呀 到了 在哪呢 在这呢 哎呀 吓我一跳 阿姬 你这是怎么啦 要饭去了 不是 我是被人打了 腾哥打游戏太菜了 不是你安装到现在 就没赢过一局吗 喂 虽然没有赢过 但是我得到了一个荣誉 什么荣誉 火把盒 很松啊 嗯 松实的 阿波还没到呢 这个阿波怎么那么不守时呢 不管他了 咱们先开咱们的 白银必有果 开会 少不了我 好 不好意思啊 家人们 刚下直播 来晚了 波哥 这个你帮我宣传宣传 放心吧 铁包 马上给你办 好兄弟 一辈子 为什么波哥是这个样子 既然大家都已经到齐了 那我们就开始开会吧 今天 由于手机内存不足 导致的操作卡盾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波哥盾了 对 你看你们卡的 所以 彭哥决定删掉一个软件 我们今天来呢 就是来商量该删掉谁 按理来说呢 我是主力软件 本来不该参与这次评选 但是呢 没有但是啊 不该参与 那就不参与了呗 信哥你过分了 你用不着跟我们解释吗 宝藏男孩 阿多 我真的很想打死你 信哥 我是觉得 大家都是软件 要选就一起选 辉煌十克谁都有 别拿一克当永久 我需要选啊 我跟阿基站这儿 删我还删他 删他 删他 删慧 等会儿 请坐 要删我 给个理由 你危害了滕哥的健康 我都这个样子了 我危害了滕哥的健康 滕哥一玩你 三四个小时盯着手机屏幕 不伤害眼睛啊 伤害眼睛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 我觉得 要伤阿多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亲 凭什么伤我呀 亲 最过分的就是你们这些购物软件 通过大数据 按照喜好给滕哥推送 滕哥一看就没完没了了 你们知道滕哥的钱都花哪儿了吗 就花在你这儿了 要不是你 我们早就换一个大内存的手机了 对吧 这满满一车得不少钱吗 信哥 这可都是书画无辱糖牛奶 性价比特别高 再说了 滕哥是往车里放了 他买了吗 他但凡喝一口 他能像现在这样 他不得跟我一样帅啊 这是高手啊 连自己都舔 不过我觉得滕哥最需要的 应该还是 减肥药和除皱眼霜 哎 这话没毛病啊 我觉得咱们应该找个机会劝劝的 需要找机会吗 滕哥 你这个眼神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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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心里去哦 那这个钱都去哪了呢 都给波哥花了 怎么就花我这了呢 滕哥看视频看直播 那刷的飞机火箭大游艇 多少钱 不是 那刷礼物呢是花钱吗 那是投资 直播 那是人情世故 那阿波 你说该删谁啊 删你啊 凭什么删我啊 凭什么 哎 你说滕哥在我这花钱多 他在你那发的红包还少吗 还有啊 你收发语音收发视频 你缓存最多 收发语音 滕哥收是收了不少 但是 他也不怎么回啊 这一点我证明 他就是游戏邀请回得特别快 哦 不错 嗯 我剧本也不错 演的也不错 那该删谁呢 sud 你分钟 你不能放飞 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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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明白了 都得死了 等等 别过来啊 别过来 臭娘啊 别过来 都别臭了 华叔 华叔 你们管他叫什么鼠呢 义父 你们哪 都是精英 其实啊 应该删的是我们这些老家伙 这话没毛病啊 给我华叔点点关注 但是呢 我是预设软件 删不了 你说气人不 哎呦 气死我了 他烦死我 阿波 那删掉华叔我们成什么了 我们就是MP4 华叔 这个都来了 我看着你们呢 就想起了当年键盘裁员 最后 就剩下个home件了 他哭着跟我说呀 这就叫一将功成 万苦哭啊 后来 他也走了 这就是咱们手机里的事件 有人来 就得有人走 对吗 阿姬 我明白了 都得 阿姬 等你再回来的时候 你就是主力软件 当初你们对愤怒的小鸟和水果忍者也是这么说的 咱们今天呢 必须先选出重要软件 留下来 就比如说 阿姬 他怎么重要呢 我还觉得我重要呢 那我也觉得我挺重要的 我觉得我重要 就应该把你删了吧 等会儿 等会儿 看到了吗 我有多重要 腾哥的所有社交都是由我来打理的 同意删我的举手 这不才二对二吗 阿朵 你 别救我阿朵 阿朵已经死了 你选的嘛 大帅哥 背景音乐都换了 你居然还要舔 为什么 我跟波哥说好了 我要开直播了 你一个购物软件开什么直播 你一个通讯软件你还卖货呢 现在打开你和打开我有什么区别 今天你被卸定了 CPU也保不住你 我说的 喂 管家 我知道了 你们哪 都别争了 腾哥决定 耍机 啊 那不白争了吗 那行了 挺了吗 跟我去平板电脑混 好不好 走 嘿 姜未知 那我六八大醋的事呢 好兄弟一辈子 哎 华叔叔 我要走了 您多 保重啊 你们都是通过我的认证 才进入到这个家门来的 都是好孩子呀 你们用自己强大的能力 改变了这个时代 但是 到底你们会完善人们的生活 还是扰乱他们的生活 这个决定权 在他们自己手里 别担心 等一会儿耍机完了 很快就给你装回来 我也该走了 一会儿啊 一堆验证麻 得等着我瘦呢 其实 我们的存在 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 更加的完美 要是人们能够更加的 合理的去利用我们 那我们 肯定会是 更好的软件 太棒了 这是高质量的喜剧节目 真的是我非常喜欢 每个人都是把握得特别好 非常好 我真的特喜欢这个作品 谢谢老师们喜欢 谢谢 非常好 不看也要谢谢他们 因为他们的助理 让整个作品更加的稳满 他们就是抠了好多好多的小细节 我这间气口都对不上 我就节奏有点拖 然后后来被他们调调调理了一下 节奏非常好 整个剧你就是想一直看下去 没错 而且里面惊喜不断 有一些精心的小设计 比如说那个电话 很精致 喂 非常好 这场它是第一个 按说应该挺紧张的 但是刚才一上来 我觉得状态非常好 很松弛 但不像谢娜老师 就是不松懈 松弛但不松懈 表扬自己人还要凑我一点 是不是刚才偷听到 我跟我们组那个若萱说的那句话了 每一次的当成我最后一次的舞台 最后一次的舞台 光明镇大厅的 那很有用是不是 那句话 对对对 那还是最后还是在我这里学到一点东西 但是我真的在整个看的过程中 我觉得怎么会这么棒 剧本好 导演好 助演好 文汉也演得好 谢谢 谢谢 我其实说实在 我的感觉 就不管是我的群聊 你们的群聊 我最喜欢就在这舞台上 真的看到好的作品 对对对 可能这才是对于我们来说 坐在这里觉得是 哎呀好满足 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 也觉得很满足 对 接下来就要有请现场的剑校团 按下那个欢乐值 每个表演结束后 由现场120位剑校团 投出欢乐值 欢乐值高的人 可以吸收对方的欢乐值 最终本场欢乐值最高的玩家 直接获得 同好玩家之夜的主演资格 一喝书画就爱笑的剑校团 如果你们喜欢他的表演 就按下自己手中的欢乐按钮 为他投欢乐值的时间 只有15秒 开始 那么李文汉最终获得的欢乐值是 109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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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恭喜文汉 这个值非常高 恭喜 谢谢 谢谢 非常棒 请到后台谢谢 开了个好头 非常非常棒 所以文汉这个高开 后面的三位压力就很 压力很大 接下来就是腾哥辅导了一下的苏清 苏清 到底差距有多大 这是不是我着力辅导了一下的苏清 要是没有109票的话 你说苏清会怪谁呢 没有109票的话 听到后台一阵欢呼 他们抱在一起激动的泪水说 幸好 这里是由书画无辱糖吸收真进笑的书画无辱糖牛奶冠名播出的 笑起来真好看 记录他的注意力 三级 我骂个 在家里玩货山车 一个拥抱吧 太好了 太好了 他们最终的欢乐吃情况 我给你准备了动作 来 你可以尝一尝 这个应该是咸的 你等一下 因为我觉得粽子不错呀 真的不错 导演组还专门给我准备了道具 节目播出的当年晚上9点半呢 拼多多点击首页618大促活动入口 一块钱抢正宗的加薪粽子 限量2000份哦 先到先得 你展示 然后我再继续啊 6月17号晚上 锁定湖南卫视拼多多超拼业 比9块9抢iPhone更劲爆 因为啊 有超多的明星陪你一起拼单 拼着买才便宜 我是笑起来真好看 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 618超拼业 百元红包 人人有奔驰iPhone9块9 书画五乳糖牛奶 笑起来真好看 待会儿见 书画五乳糖牛奶 笑起来真好看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书画五乳糖 吸收真剑笑的 书画五乳糖牛奶冠名播出的 笑起来真好看 笑起来真好看 首席合作伙拼多多 618超拼业 百元红包 人人有奔驰iPhone9块9 欢迎各位回到 笑起来真好看 书画五乳糖 笑点无处藏 就是好吸收 让你笑一周 同时提醒收看 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6月17号晚 湖南卫视拼多多 618超拼业 拼着买才便宜 下面上场的 就是第二位 来自沈腾玩家群的 苏青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本来我们就是喜剧新人 还得让我们创作 这个整不了啊 那不行 我们就换个人吧 我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给我点时间 好 苏青老师 我们等您电话 好嘞 喜剧 还得和手机有关 这个对我来说 真的是太难了 我倒是想起来一个 不知道 这个算不算呢 哎 哎 干什么你 你过来呀 来抓我呀 来呀 行了 别玩了 咱们都来这三天了 今天再不教写生作业的话 可就避不了业了 那怎么办呀 下午必须好好的玩 好好的话 行了 听懂了吗 懂了 懂了 别人 别人 孙琦 你准备画什么呀 上一边去 别打扰我创作 哈哈哈哈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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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慧你准备画什么呀 上二边去 别打扰我创作 四青 打呛闉 VM 不要打扰我创作 你怎么跟孙琪说话呢 怎么跟苏星说话呢 怎么跟紫辉说话的呢 你能不能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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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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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行 你能不能行 你能不能小点声 别说了 把音量放出来吧 这样说话有意思吗 清清 给 我不渴 这是手机 我给你打电话 你把这个当手机 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人家不是没钱买吗 再说了 小时候不都这么玩吗 接通了 喂 能听见吗 不但能听见 还能看见你 别盘我的话架子了 都包姜了 清清 你看这 有信号吗 喂 能听见吗 哪 谁问你了 你问没问我 我都能听见的 那么草厌呢你 清清 别理他 你画什么呢 别提了 每次出来写声 我都画不好 哎呀 你太谦虚了 你这个声写的呀 挺好的 别包袱一下 紫霍你烦不烦人呢 你回去 讨厌 清清 你猜我画的什么 你画的什么 我画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谁呀 你 你俩在这练书法呢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 烦人 你怎么跟紫霍说话的呢 讨厌 讨厌 零零零 我没挂电话 直接说 清清 我们马上要毕业了 你想考哪所大学呀 我还没想好呢 哎 实在考不上的话 我就考 中央美院 哎 中央美院好啊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成绩 谁问你了呀 你问没问我 我都想考中央美院呢 你画怎么那么多 讨厌 零零零零 你别零零零了 哎 清清啊 我决定了 等我考上大学 我就有生活费了 我给你买一个手机 干嘛给我买手机 嗯 这不 不好意思当面跟你说吗 说 嗯 今天 我想用这个幼稚的小游戏 对你说 我 太喜 给青春留点遗憾吧 啊 这么烦人哪你啊 哎你说你俩幼不幼稚啊 拿个杯子穿个馅 就是手机了 这也太牵强了吧 怎么牵强了 你把话给我说明办 拿这个杯子当手机 确实太牵强了 哎 我好像是 上大学的时候买的第一台手机 喂 昨天晚上我抱着手机睡了一宿 哎呀 确实挺好看的 可不吗 我勤工俭学好长时间才买的这个限量款呢 嗯 不过我也有新手机了 嗯 你看 哎呀 这手机比我脸还大呢 太不女孩子了 哎呀 这是我爸淘汰给我的 能打电话就不错了 但毕竟咱们是女生啊 女生还是要装饰一下自己的手机 看我的 哎呀 哎呀 你这个手机链确实有点大呀 我懂 我也有手机链 我给你看啊 这个手机链啊 手机链 这不手机链吗 这是 哎呀 是真有点小啊 这还小啊 赶紧摘下来吧 好吧好吧摘下来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 哦 算其 别怕 我保护你 好帅呀 啊 你眼神出问题了 哪帅呀 就是好帅嘛 我好喜欢 你喜欢他 不喜欢 到底喜不喜欢 喜欢 紫慧啊 你刚刚那段浮夸又作作的表演 充分展现了一个女孩子内心的纠结 行了别装了 喜欢就告诉他呗 哎呦 不好意思当面跟他讲 打电话跟他讲 我没有他手机号 什么年代了 找他要 我怕他嫌我个儿太矮 你是挺矮的 不过女生最重要的还是 要自信 我教你 看我的 孙琪 听说你买新手机了 这是我的手机号 我一会儿给你发信息 嗯 多简单 你也可以的 加油 好 孙琪 听说你买新手机了 没有啊 孙琪 他说他没买新手机 不可能 我明明看见他有手机的 我眼看着他没有的 别着急 我给你想想 我给你想想啊 我知道了 你就是太英俊了 我们毕竟是女孩子 还是要用女孩子的魅力 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怎么吸引啊 我教你 看我的 他要用你 那我看他的 你是否 我爱你 你不可能 有你 能不 tor 你不留呀 你不留呀 我忍不留呀 走 我还不留呀 那我会有什么 改新套餐用完了下个月吧 简单吗 不简单 错 简单 你也可以的 真的吗 要自信 抬头 挺胸 收腹 翘屁股 哇 走 烦了 孙琪 今天天气不错 帮我拍张照片吧 你烦不烦人呢 拍照片 拍照片 这是大哥大 有摄像头吗 拍照片 拍照片 就拍死你 苏青 他要拍死我 咱别整这些没用的了 那个直接表白 说你爱他 我不敢 拿我练习 你想对他说什么 我想说 孙琪 从小我就喜欢你 上大学了 我就更喜欢你了 我想跟你在一起 多简单呀 走 苏青 从小我就喜欢你 上了大学之后 我就更加喜欢你了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终于说出来了 看看人家 为他听说了 孙琪 孙琪 子慧 我不喜欢他 子慧 你的手机 这盲帮的 越帮越乱 我还是别参加 他俩的事了 对吧 喂 子慧 哎 苏青啊 子慧 孩子都哭成什么样了 你不知道喂奶呀 苏青的电话 啊 苏青啊 嗯 你想我了没有 想你了 你最近忙不忙啊 我最近可忙了 参加了一个喜剧节目 还得演小品呢 啊 小品 演什么小品啊 这一期的主题和手机有关 这不 想到你俩了 帮帮我呗 出个主意 主题 手机 哎 你忘了 咱们仨小时候 在刘洋河边写声 时光一时永不回 往事 就那个时候 才死 只能回味 可不 嗯 你童年是 竹马青梅 是是是是是 对啊 哎 我跟你说啊 我可以的 一篇 春风又吹红尿花蕊 一几年天的心碎 不错 不错呀 谢谢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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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错啊 太好了 太好了 上个都出了 是不是 我觉得他这个 整个小品 整个作品 真的会把我们带回到 那个上学的时候 会想到很多很多的 自己以前的往事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手机 还最后的动静点 它不是故意要让我去感动 其实你们是很快乐 在回忆以前 但是会让我觉得 特别特别的 就是也特开心 笑着在流泪 我很喜欢 很棒 他们才能说服你 他们是同学 是 是 是 这个作品的编剧 导演还有演员 我真的也要觉得 包括指导人 不提这事就过去 滑过去了就 一提这事我跟你说 还真的就 我说改的那么两个小地方 上来就出错了 因为他们一定是 很辛苦地排了好几天了 所以说他们把那个本子 压得越熟 稍微做一点调整 就会习惯性地说 之前呢 完了又有一些新的干扰 包括第一个接电话的 话外音上来 包吹就没抖 就把苏青给干扰了 接下来就有一点点 小的失误 但是越演越稳 我想如果我没调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 更好的成绩 怪我了 没有没有 别别别 腾哥 真的真的 我看他这个 我也没有去在乎 这个小的点 是 其实我在乎的是他整个感觉 确实确实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谢谢 演出非常非常精彩 来两位先 稍事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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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两位 一会儿见 真的 我觉得看到好作品的感觉 就是那种 好幸福 他们这个也弄得很精致 转场什么都很厉害 现在属于苏青的欢乐值通道 已经打开 有请义和书画就爱笑的 剑校团投选欢乐值 如果你们喜欢苏青 刚刚的喜剧表演 请为他投下欢乐值 通道开放的时间 只有15秒 开始 投我了没 一百 好 高票 高票 真的赖我 现在位居第二名 真的是我的原因 前面有一点点小瑕疵 而且那点小瑕疵 都是跟我有关 没有 那酒票是李文汉他们家亲戚 那我们接下来要请 另外三位玩家 大家都回到舞台上来 要也累了 要累了 没有啊 随便是卡粉了吧 手累的两位已经编演完了 我们先来同时看一下 前面两位演员的欢乐值 很强 下面就要有请 攻略的两位自己来选择 他要挑谁来打 再次强调一下 在他们的对垒之中 赢方要把输方的所有欢乐值吸过来 哦 所以那个赢了的那个就会得到所有的欢乐值 那我们先 好 同学来先选 我没有什么可挑战的 我就是最后一场舞台了 最后一场舞台了 反正走都走了 我觉得 你想选谁 你这个心态真的是有娜姐那个 真的是中了娜姐的毒啊 石头剪刀布 不使用石头剪刀布 输个的先 一 二 三 三 三 好 我先 这样吧 我还是最后 我就真的无所谓 就是挑肥挑瘦 一挑挑到大肥肉 又香又肥就是他 右边 洛轩选择了李文汉 成成还选择 两个我都还可以选 你如果也选了文汉的话 那就文汉反选你们 那我 那如果说香家的话 那我也选文汉 现在文汉要反选你们 那你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分数 不是 对啊 那对文汉不公平啊 他们俩没演的呀 是啊 所以就只能蒙着选 因为你偷偷也看他们排练了 文汉 我说实话真没看 那个腾哥没帮忙打开 哎呦 你看我们干的事吗 我们都是光明正大的 腾哥心思不在我这儿真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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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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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得庆幸吗难道 哈哈哈哈 直接挑完了你就80多最多90多 幸好不在你那儿 哈哈哈哈 你反选吧 腾哥有没有 别提腾哥 建议 别提腾哥心里没有你 有没有建议 我选谁比较好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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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思不在我这儿 你不要把苏青挡住去 你们咱们咱咱咱们这俩 发挥的都这么好 这么强 选谁能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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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多么 多么寂寞 你怎样 我去表演 我去表演 在我这儿应该是 期望值更高一点 谢谢腾哥 就说 起码他有那么多年的舞台经验 所以文汉这个还挺 挺爷们的 很好 好 那就是黄澄澄挑战李文汉 诺轩挑战苏青 喂 媳妇 我跟你说 那个东东的家长会我去不了了 公司突然加班 天天加班 天天加班 你是涨工资了还是升职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个家有你没你都一样 喂 媳妇 喂 干嘛呢 快快快 哥 帮我把这个拿下 今天谁之日啊 姐今天是哥之日 你怎么学会撒谎了呢 我没撒谎啊 这明明在你手里呢 不是姐 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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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 余经理余经理余经理 三会 哎 经理等一下 那个流程还是要走一遍的啊 烦死了 点个名 木子 到 小陈 到 三会 哎哎哎经理 你还没点我的名字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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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呀 我我我咱们公司员工啊 我看看啊 这位 啊 来了大半年一点业绩都没有 嘲笑 哈哈 你存在感挺低啊 我仿佛我都不认识你 金理我叫黄澄澄 黄澄 怎么着 这个月也准备零业绩吗 讽刺 呵呵 对不起金理 我我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呀 这什么意思啊 咚咚咚咚 这什么意思啊 感觉很不服气嘛 黄澄澄 澄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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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会议主题就可以是个别业绩不好的 在这混日子的自己心里啊 有点数 啊 散会 啊 啊 啊 哦 对了 你把沙盘打扫干净啊 不是我 打扫就打扫 哎 哎 不 这这这这谁手机啊 这手机看着挺贵啊 哎呦 这么贵的手机居然不设密码 这个主人肯定会着急 我怎么联系上他呢 我 对啊 他没设密码呀 我可以用他的手机 给我打个电话 然后我不就有他的号码了吗 然后我再回拨过去 我就联系上他了 对 给我自己打 哎 有了 给他拨回去 嗯 陌生号码 哦 一定是这个主人着急了 他用别人的电话打过来 我赶紧接 喂 哎呦 这边也接通 你稍等一下啊 喂你别着急啊 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 怎么有回音呢 喂 你说话呀 喂 哎 借借 帮我接一下这个电话 两个啊 喂 喂你好 哎呦 可算听见了你好 我现在非常能理解你的心情 理解我什么呀 你肯定特别着急啊 我着急 嗯 喂 喂 喂喂 喂喂喂 喂喂喂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哎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在电话里骂人呢 哎呀妈呀我到那边我也骂你 什么 转过来来 转 哎呦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黄灯灯 哎呦 你真是要飘了啊 自己给自己打电话 嗯 臭险被什么呀 不就洗买了个手机嘛 嗨姐 不是 哎这个手机啊 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的话你就应该叫黄城车 啊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我说你怎么不担心自己的业绩呢 就这个手机购买一辆小车车的了吧 这这这这这这个手机这么贵呢 妈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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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你就装吧自己花多少钱买的自己不知道啊 哈哈哈 黄哥 啥也不说了 打今儿起 您就是我的亲哥 以后有事儿 只管支一声 老妹肯定帮忙 支 哎咋了哥 支支 咋了咋了哥哥 支支支支支支 咋了咋了咋了哥哥哥哥哥哥 没事没事 我就试一试好不好使 妈呀那必须好使啊 谁让您是我的 亲哥呢 那个老妹以前做的不对的地方呢 请多包涵啊 啊 哥哥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妹妹先去忙了 去吧 哎 妈呀这太厉害了 哎就这手机有钱都买不到 这是啥家庭 我的妈呀这是个什么手机啊 居然能改变木子对我的态度 防缝缝啊防缝缝啊 这个手机 谐音梗又拿回来了 怎么着 我听说新买了个手机啊 我刚刚 不是这个手机 这手机是你的吗 这个手机 当然是我的 这手机 全球限量就50台 他姓黄 我们老董事长也姓黄 老董事长手里就有一台 那他这台就是 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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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妹问一下 就是 你的爸爸也姓黄吗 哦 哦 我的爸爸不姓黄 难道姓绿啊 对上 对上 你等我一下 黄哥 这用的好啊 你叫我哥不合适吧 不合适 黄二哥 我对我之前的错误啊 向您道歉了 行 原谅你了 起来吧 一定是老董事长给你来电话了吧 喂 爸 我在公司呢 喂 是你的手机丢了吧 对对对 你的手机在我手上 但我现在特别忙 我会还给你的 再见再见 回来再说 爸 他们在公司啊表现特别的好 对啊 我随时向您汇报 再见 经理 别叫经理 叫小鱼 显得亲切 哎 我叫你小鱼 不合适吧 小鱼 妈呀 亲切 我每次去总部开会的时候 老董事长 就是这么称呼我的 那你陶醉着吧 我忙去了啊 哎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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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手机不对劲吧 你这手机 他也没贴门啊 啊 是 我老忙着完成业绩 哪有时间去添魔啊 不是您说的吗 业绩垫底要被开除 啊 是我说的吗 嗯 你记错了 我说的不是要把你开除 啊 我说的可能是觉得 嗯 你的气质有点清新脱俗 除俗 哈哈哈哈 小邪音梗 小牙韵 哎 有人吗 那房子抓紧给我来两套啊 我一会儿还有事呢 哎 哥们 是啊 这手机今天可算到了 哎 可以这么说吧 我是咱们全市的 二个拿到的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哎呦兄弟 渠道挺硬呢 手机拿的比我还早 啥也不说了 交个朋友吧 哈哈哈哈 哦 那 交个朋友吧 哈哈哈哈 很高兴认识你啊 以后买房子可以找我 实话实说 我今天就是来看看这边房子怎么样 嗯 手机这方面 你赢我一筹 啊 买房子我可不能让你比下去 来 我看看啊 就这一动了 一 一 一动 我要一动 你别一动 回来 好 一动不动 一动不动 那是让我再来一动啊 哈哈哈哈 两动 嘶 哪付款 后面 那一动 行动 感动啊 激动啊 哈哈哈哈 这个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我就 呃 呃 喂 你好 哦 是我刚刚跟你说了 你的手机是在我这儿 啊 但是我我我我现在我我我我先 我出差了 刚决定了 啊对 我特别忙 等我回来我再还给你吧 好吧再见 再见不说了再见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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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定 寿楼部全体同仁向黄两栋致敬 放礼炮 嘶 嘶 嘶 棒 棒 棒 谢谢 黄哥 给大伙儿讲两句吧 哦 想让我讲两句啊 那你们得用心听啊 心理 得有点 舒 呃 呃 呃 知 明白了哥 哈哈哈哈 行 那我就讲两句 今天才是我真实实力的展现 嗯 呃 这一切都是靠我的努力 我的奋斗换来的 嗯 哈哈 你们以后啊 要多多向我学习 向我取经好吗 没事多请我吃吃饭 我就把我的经验传授给你们 然后我们公司共同进步 行 你们忙去吧 我也要忙了 哥 你有啥要忙的呀 我 得值日啊 打扫完 那你们就 该干嘛干嘛去吧 哎 等会等会等会 再来一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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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 你好 是黄东东的父亲吗 啊对 我是 您是 我是黄东东的老师 您来开家长会了吗 哦 老师你好啊 你可能不了解我今天的情况 我太忙了 我今天卖出去两栋楼 所以我今天过不去啊 我的爱人已经去了 我不管您卖出去几栋楼 您最好还是跟您爱人一起来一趟 因为您的孩子在学校里犯了一点错误 啊 那他干什么了 他抢了另一个孩子的东西 我 哎呦 实在抱歉老师啊 给您添麻烦了 那个那个什么东东在你旁边吗 能让他接一下电话吗 嗯 好 爸爸 黄东东 爸爸有没有教过你不能抢别人东西啊 你为什么要抢别人东西啊 因为他的比我的好 他的比你的好你就要抢吗 咱家条件是不好 但不能贪补虚荣啊 你知道吗 你抢人家什么了 爸爸我错了 赶紧的你抢人家什么了 爸爸你别生气 我能不生气吗 抢人家什么了 手机 爸爸我知道我错了 爸爸我马上就还给人家 你别生气 我错了 我错了 伟口 笑起来真好看 像春天的花一样 笑得夸张一点 笑得鸣蛋点 心情放松点 不用太绵帖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夏天的阳光 演的时候没觉得这么多人 对 我们这个干的好像人最多吧 六个 欢乐家族啊 真的确实很强 出来完全就是那人物 而且中间有一位 真的是掌握到了精髓 那假的呀 哎呦 真假的 得到了我的真传啊 感谢几位老师 我们是 爸 谢谢 我觉得整个感觉 我觉得都很舒服 晨晨 因为她是演过话剧的 所以她在里面 她把握节奏 把握得挺好的 厉害 是真厉害 最后我觉得孩子的那个教育 我觉得真的是一下打 那个挺好 因为我挺小的 这样的家长才教育出那样的孩子 那样的孩子用缺点 又反馈头教育了自己的家长 镜子 孩子是自己的镜子 对对 其实夸张了她的那个 她本身手机的那个价值的作用 把她夸张了 就是人心里边的那点东西 棒 谢谢 很棒 黄澄澄 谢谢 那么一喝书画就爱笑的 建校团朋友们 准备好 通道已经打开 如果喜欢她刚刚那个 关于手机的表演 只有15秒 为黄澄澄投出你们的快乐值 先开始 加油 这次暂时不会显示出来 要最后才显示 因为要等她们两组都挑战完 我们把悬念保留一会儿 哎呀 搞得那么神秘 那后面的玩家也是很紧张很期待的 他们也很难受的 对 我觉得会比我高 像110我觉得 我们的自信呢 已经被击垮了 谢谢晨晨 特别好的表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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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把每一次舞台都当做最后一次的 若萱现在心情如何 你我很烦的 我明明是一个很正的 到底是不是最后一次的 我本来是一个很好鼓励人家的一句话 若萱到底是不是最后一次登上舞台的 让我们有请陈若萱 200年后 手机厂商将智能系统融入手机 欢迎光临华国手机专卖店 改变你的世界不止眼前而已 欢迎来到华铺 请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你好 我想买一部手机 那真是太巧了 我们店里刚刚来了几台 第三代全智能仿生手机 买仿生手机送舒花奶哦 舒花奶 200年了 还有吗 百年品质保障 200年了 品质保障 根据您的长相 您的气质 我想隆重地向您介绍一台 全新一代 Margaretta Natasha 30X 你差 我吗 你退下 差啊 左 好 不要紧张 我没有紧张啊 听 不要用你那种幼稚的谎言 来掩盖你激动的内心 虽然你看着有点呆板木讷幼稚图 但就冲你这个颜值 你还是很有机会拥有我这一部 高端 大气 奢华 上档次漂亮美丽 会震动的手机 谢谢啊 说说我的要求吧 我需要一间至少50平米以上的纯金色房间 来作为我的专用充电室 我家就一室一厅 你睡房间 我睡哪里啊 可停 还有啊 家里每个五米就需要一部无线充电器 有线的不好吗 不行 我不喜欢被束缚的感觉 那我可以给你安装一个可伸缩的充电线 这样你想出去 按一下按钮 你就可以出去 我希望你回来的时候 再按一下你就回来了 啊 聪明 聪明 你是在遛狗吗 啊 你见过哪个手机身上绑着个牵引绳的 哎这样的话 你干脆嘴上给我套个嘴套呗 你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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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是不是叫多多啊 多多 多多逼人 烂梗 骂得好 状态好好 眼睛好 你的手机质量怎么样啊 我有一种爱好 我有一种爱好就是喜欢在家里面锻炼 锻炼 就比方说在家里面玩过山车 在家里玩过山车 我给你示范一下吧 好玩吗 刺激吗 刺激 要不要再来一次 忽必了 我跟我朋友在家里面玩过口好了 等会儿 你竟然有朋友 我为什么不能有朋友 拥有我这么漂亮的手机 你还要朋友 有了我之后 我就是你唯一的朋友 太谢娜了 朋友 那我以后 要是有女朋友了 怎么办呀 好天哪 女朋友 拥有我这么漂亮的手机 以后 我就是你唯一的女朋友 为什么学我 为什么学我 我下来看一下你 你是一个手机 你成了我女朋友 我爸妈知道了 那 好天哪 你竟然有爸妈 对呀 就像你们也有厂家 拥有我这么漂亮的手机 我就是你唯一的妈 妈 不是 我不能有朋友 不能有女朋友 不能有爸妈 你这不是让我与世隔绝吗 哦天哪 拥有我之后 你竟然还想要别的 贪婪 人类 你的名字 叫贪婪 哼 老板 老板 哎 哎 先生 刚才跟你这个妈聊 不是 跟这个手机聊的怎么样 不能有朋友 不能有女朋友 不能有爸妈 还让我与世隔绝 这都什么意思呀 先生 你别生气 咱可以换一部 来让我们看看下一部 塔格瑞妈 道理大词花 普拉斯 大哥 诚心卖 好好捞 小伙儿挺帅啊 做 夹着的 那个 我可以先问你几个问题吗 问 随便问 你对你的专属充电室 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充个电还得有专属充电室啊 放床头不行吗 放床头 放不下吧 你需要无线充电器吗 有线不好吗 好啊 那我能有朋友吗 那必须的呀 你一个朋友不交你买手机干什么 那我能有女朋友吗 哥们 我告诉你 你必须要交女朋友 你不交女朋友你找我 你不配 幸好 不配 你有想过当我妈吗 那得问你爸同不同意啊 不是 我是说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想过当我妈这个事 出来之前没想过 出来之前没想过 但是你突然那么问我吧 还是没有 你有事吧 我就是个手机 你这要求有点太过分了 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 我的主人必须得是个正常人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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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 不是这个意思 你摸我 你占我便宜 真的误会了 我其实是 被刚才那个手机给吓的 前天拿着扇子扇来扇去 是了吧 是 这么说人家好吗 没事 我俩都不是一个厂家 他叫Margaretta 我叫Tagaryma 所以你放心 我绝对不是那样的手机 作为一个手机 必须要对主人全行全义 不离不去 这才是一步 好手机 太好了 对了 你是不是喜欢在家玩过山车 你不过我呗 你不过呀 说过吗 说过 听听 快快快快 先记安全带 我会摔到吧 没了 没了 咱还是聊聊手机的事吧 对 我刚才感受了一下 你的这个内存应该挺大的 我有一些学习资料啊 需要储存 你等会儿 学习干什么呀 不光枯燥还无聊 还总得考试 多没劲啊 我不学习我干什么呀 玩游戏啊 游戏它不香吗 开卡 啪啪啪噔噹噹噹噹 还省钱 省钱 你把你那生活费 学费 全花到我身上 那电费 花费才多少钱 是不是省钱了 那我不就辍学了吗 上学有啥意思啊 你那同学能赔你一辈子吗 不像我 只要有话费 有口电 就能一直赔着你 不理不歉 那你挺费电的吧 实不相瞒 我确实比刚刚那个 甚甚的 稍许费了一点点 一点点 哎哎哎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拿手机开玩笑 不是 我买了你以后 我爸妈知道了 肯定不管我了 还有我呢 你怕啥呀 只要我有话费 有口电 我就会一直陪着你 不离不弃 漂亮 我说不离不弃啊 其实你挺好的 不过我有一个不好的毛病 我得提前给你交代一下 啥毛病 都不是毛病 只要我有话费 有口电 你得听我说 我这个毛病嘛 就是我平时爱跟朋友喝酒 喝多了呢 我就会摔手机 摔之后我会踩 还有可能被车 压一下 你知道我上一部手机的悲哀是什么吗 什么呀 就是电话费了 电话费还没费了 哎呀 是啊 这个人确实不行啊 哎哎 怎么了 哎先生 跟这个普拉斯聊得怎么样啊 老板 这个也不合适 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这店里啊 现在就这两款手机了 等出新房 我再通知你吧 老板 嗯 这不是还有一个掌柜吗 是不是也是一部手机啊 它是个惨次品 出厂的时候设计有问题 只能勉强称它为手机 没事 我想看看 那个 啥也不是麦克斯啊 出来吧 你好 我只会打电话 发短信 你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 就算了吧 合适 老板 这手机多少钱 我买了 哇哦 先生 你这也太草率了吧 你要是觉得其他两款手机贵 我可以给你打折 但它真的是个惨次品 而且特别刺 浑身都是刺 我都把它扎着你 我就要它了 手机只要能打电话 发短信 就是好手机 不听劝 开单吧 对了老板 你这里回收二手手机吗 收啊 太好了 你是手机 对 我是第一代全智能仿生手机 我其实 是给我主人买手机 我的主人 在他16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 你有多久 没和爱你的人 好好聊过天了 你有多久 没有关注过身边的陌生人了 你有多久 没有和父母 放下手机 好好地享用一顿 安详的晚餐了 放下手机 看看身边的人 给他们 一个拥抱吧 谢谢 有请 有请各位 有请 喜欢 我真的好喜欢你们这个创意 创意不错 演的也不错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 就是每一个手机都有 每一个手机的 有病 真的好 这个三个女孩 这个都肯 作践自己 这个 对那边的朋友 很意外 她觉得她没有作践自己 她是本色 她觉得我是本色 肯把自己 弄成这样 破坏形象 还是有点 就为了这个节目的效果 真的挺了不起的 特别是甲犬 甲犬我觉得还好 因为她戴不戴这个 好笑 甲犬 甲犬 你取了让大家看到 你取了以后 肯定是跟这个不一样的 其实 你应该取完肯定是 没有什么区别 戴上还想得脸小 还是戴上吧 这样蛮可爱的 我觉得若萱 在跟你们的这个整个戏里面 我觉得她真的是做到完全投入在里面 这个是跟她在上一场的那种 有一点紧张 游离 有的时候有一点游离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她就是完全投入在这个戏里面 跟你们每个人真实的交流 而且她本身 她也是一个手机 这个底很好 对这个底我觉得特别好 今天呢这几个 这几个作品的底都挺好 就是因为来这个节目 上一次是完全游离梦的状态 这一次我觉得很大的不一样是 通过短短的一天两天的排练 让我感觉是一个月笑容的积累量 就是因为各个老师 他们舍得豁出去自己 舍得把自己付出给我和这个舞台 我真的很感动 而且这个节目 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我自己是完全无法找到感觉的 所以感谢有你们 让我找到了这个快乐的点 谢谢 而且我的感觉到 你们在台上都非常非常的享受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们自己享受了 我们才会真正地感觉到快乐 所以说对手演员也很重要 帮很多忙 我们几个对手演员都挺帮忙的 对 谢谢各位 谢谢 非常棒 加油 谢谢 到了我最紧张的时候了 就是这一次我会再表演一个魔术 上次垮了还要来一个 没有关系 上一次那是意外 这一次我一定听天由命 你表演都是听天的 然后老师给我40秒的时间 我在台上换个装 不知道这40秒值不值得 有请我的百万团队 没关系 可以剪掉 也是我最后一次舞台了 我觉得 不要 我给你那么说是让你放松的 结果 放得太松了 放得太松了 放松和放弃是不一样的 若萱 没事 大姐你不用欠我了 我就是想 不欠你 对 怎么还变成这样 倡心一决 好了 好了 不是孙剑那套 这不是 这个衣服不是孙剑的吗 麻烦老师起个音乐呗 好帅 没错 这就是孙剑老师遗留下的衣服 遗留下的衣服 然后呢 我今天饰演的是魔术师戴伟诚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我今天的魔术表演 要挖你就挖起来 完全是让我心里的紧张 这个有时的 我的心思 要挖就挖起来 要挖就挖起来 怎么好妥啊 听起来 大家请看我锁手了这枚戒指 它其实呢 真的就是一枚普普通通的戒指 我可以检查一下吗 当然 算了 不让是吧 不是不让是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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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 应该没什么 应该没什么 机关应该不在这儿 好的 这枚普通的戒指呢 在魔术师的手上 都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变化 你们不要眨眼睛哦 因为我回去 经过上次的魔术之后 我加紧学习 我希望说通过一个简单的道具 让我能够学习到一些新的精髓 于是呢我觉得 嗯 它真的是一个普通的戒指 所以 我就 看了许多魔术师的视频 就是 它要这样 说好的话不多说呢 对呀 不是说话不多说嘛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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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饰演比较紧张啊 这个戒指还是普通的戒指 对吧 但是通过我的手上 可能我的手有点紧张 但不代表我变不好这个魔术 还有可能会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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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厉害耶 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 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 这个有这个有 神奇吗 有有有有有 这个有这个有 诚哥 再检查一下 你把那个手给我看 哈哈哈哈 哎呦可以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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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 娜姐 这本书 这不是当今最红的 那时光照亮的地方吗 当然 你是怎么拿到这本书 市场上的一本难求啊 话不多说啊 好吧 话不多说 但是你知道 我看书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吗 不看字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若选我真的劝你 你要跟我们互动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就 你赢了 不要着急 这只是一页 这本书需要回去慢慢看 完事了 不要打败我 我这个模特书本来说了两分钟 就吃了二十分钟 你就别说话就没这么些 好 下一个是 腾哥 知道这是什么吧 我现在不会再问你们了 我不会再给你们说话了 大家再来看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魔方 对不对 对对对 有许多人 变这个魔方需要三秒或者六秒 但是我呢 因为是魔术师 我只需要 不是 他们那手往桌子那沾什么东西呢 我只需要 那姐 我邀请你上台 你敢要求我们俩吗 敢要求我们俩吗 不敢 那姐不是脱 那姐 你回来 不要上来 特别好多鱼线 不是 特别好多鱼线 那姐呢 这个是我要送给你的一个小礼物 是什么 是一捆鱼线吗 不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迷你魔方 那姐 我需要你的手 请伸给我 呀 你这手蚊挺操心的 对 这谁有这徒弟 谁不操心的 这真的是一个普通的小魔方 对吧 但是那姐 我要送给你东西 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我来告诉你 不要眨眼睛哦 手低一点 太高了 你超过个鱼线的范围 你得回来 没有鱼线 那姐 不要晃 没有鱼线哦 一 二 三 真的好棒 不知道为什么 你丝毫没有觉得让我们觉得神奇 但其实变得还不错 但是我们就是感觉不到神奇 特别神奇 我可以用这个鱼线把它拽住 大姐 请回 请回 不过这次没有垮吧 这次没有垮吧 没有垮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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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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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一喝书话就爱笑的 剑校团朋友们又到了麻烦你们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喜欢刚刚他那个关于手机的作品 喜欢他的喜剧表演 请为他投上你们的欢乐值 通道开放时间只有15秒开始 哇 他同样也是要保密的 我们有请另外三位玩家全部回到舞台 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组 黄澄澄和李文汉的 你 你 你无奇 你无理取闹 无理取闹的是书糖 让他肚子不舒服 书糖不耐别人耐 说话无辱糖好吸收 你真爱 说话 喝吧 我是笑起来真好看 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 618超频夜 百元红包 人人有奔驰iPhone9块9 书话无辱糖牛奶 笑起来真好看 待会儿见 书话无辱糖牛奶 笑起来真好看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书话无辱糖吸收真见笑的 书话无辱糖牛奶冠名播出的 笑起来真好看 笑起来真好看 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 618超频夜 百元红包 人人有奔驰iPhone9块9 笑起来真好看 行业甄选产品 立成iq雪鱼肠 立成iq雪鱼肠 真雪鱼肠 我的天哪 我们要不要抱一起 来来来 黄成正得到的 换个值是96 所以我们恭喜里面看 首席成功 我跟黄老师约好回北京 去看他演的话剧 那应该多学习一下 对 多学习一下 让我们来看一下 苏青 首席 若萱 公会 他们最终的欢恶值情况 好 您好 若萱得到的欢恶值是103 所以我们恭喜若萱 勾给成功 让我们来看一下盛方 吸收完败方的欢恶值之后的 欢恶值情况 插得很近 下两票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恭喜文翰获得 头号玩家 诞生之夜的主演资格 恭喜 谢谢 感谢各位收看五五堂好吸收 更适合国人体制的 书画五五堂牛奶冠冰播出的 笑起来真好看 笑起来真好看 你笑个才好看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笑起来真好看 首期合作伙伴 拼多多618超拼夜 百佣红包人人有 我是笑起来真好看 奔驰iPhone9块9 书画五五堂牛奶 笑起来真好看 待会儿见 书画五五堂牛奶 笑起来真好看 现在继续 你笑起来真好看 你笑起来真好看 快乐千万条 微笑第一条 眉毛要上调 嘴角要上掐 你总是吃瓜 你就是当咖 生活好嗨呀 双气么么哒 你的小脸蛋儿 笑完的眉眼儿 笑得我心慌 我感到危险 想为你点赞 想给你留言 别对我放电 我怕我会失眠 会笑多神奇 燃烧卡布里 谁都爱美丽 加油小baby 生活在你心里 烦恼随风去 谁都别偷懒 跟我一起唱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春天的花一样 笑得夸张点 笑得野蛮点 心情放松点 不用太腼腆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夏天的阳光 你笑明天愁 你笑清晨国 你笑幸福的生活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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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了千万条 微笑第一条 美妻 网上看笑起来真好看 就在芒果TV 腾讯视频 爱奇艺 上微博 关注笑起来真好看节目光威 参与话题讨论 为你喜爱的作品投票 争取评上彩蛋曝光机会 想为你点赞 想给你留言 别对我放电 我怕我会失眠 微笑多神奇 燃烧卡路里 谁都爱美丽 加油小baby 生活在你心 烦恼随风趣 谁都别偷懒 跟我一起唱 你笑起来真好看